三都一起,三都一起就是三明治的意思 サベル,サベル呢是聊天,唠叨的意思 我们说聊天的话呢,在二级词汇中还有下面这几个词 ハナス的话呢是四五级词汇啦 那イウ也是比较简单的,还可以说成チャット,还可以说カタル 那チャット和カタル是我们的二级词汇 ジャム,ジャム就是果酱的意思 ジュウタイ,ジュウタイ是名词或者作为动词来使用 表示拥堵或停止不前的意思 比如说交通拥堵,コーツジュウタイ 还可以说コム,说这个路比较拥堵 也可以说用这个动词来表示コム 这个色的话呢,它在这里是读成ジュウ,是它的音读 还可以读成シブ,シブイ シブイ 字的话呢,是读成タイ,是它的音读 是タイ在,滞留的意思啊 タイ在,在什么什么地方这个意思 シュウチュウ,シュウチュウ是集中的意思 シュウチュウ,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来使用 集中,它等于アツメル アツメル也是集中汇集的意思 中的话呢,这个读音的话呢 是读成ナカ,或者ジュウ,或者是读成チュウ,就是中的三个读音 ジュウヨ是重要的意思 它等于タイセツ、シュウチュウ,首相 我们刚才讲过,ソーリダイジュウ,总理大臣 那个词我们就提到这个词,和它意思是一样的 シュウチュウ,日本首相啊 我们看下这个ソー的读音 ソー的话是シュウ呢,是它的音读 训读是读成クビ 相的话呢,可以读成ソー、シュウ、アイ等等 比如说ソーゴ 那这个是读成ソー的 相互的意思 相呢,还可以读成 アイ,比如说アイテ アイテ形成一个相手 那就是表示对方的意思 シュウチュウ这个词呢,是表示主人的意思 主人 它的意思呢,是 シュウチュウ这个词 它的意思呢,是指的是家长 还可以指的是丈夫 还可以指的是老板东家 那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前面如果加上一个go的话 那就表示的是 您的主人,您的丈夫,是不是? 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笑话 就是说两位女老师 日语老师聊天 然后问对方 你现在和谁住在一起 然后另外一个女老师回答 go シュウチュウといしゅうに go シュウチュウといしゅうに 那就是说 他回答说 我和我的老公住在一起 但是他混淆了 他前面加上一个go go的话呢 就是和您的老公住在一起了 所以另外一个老师听完之后 特别茫然 特别惊讶 他说为什么是这样的 也说他搞错了 把シュウチュウ和go シュウチュウ 那如果说一个女老师说 我和自己的老公住在一起 那就可以说 シュウチュウといしゅうに 而不能说 go シュウチュウといしゅうに 那就大家要注意 这个主的话呢 他可以读成Nushi Nushi也是主人的意思 他读成シュウ的话呢 是他的音读 主要 比如说シュウ 人的话呢 有三个读音 我们已经反复出现过很多次了 Hito 人 还有jin シュウチュウ是种类的意思 种的话可以读成タネ 类的话读成ルイ ジョウキャク 乘客的意思 乘的话还可以读成Noru Noru是成的意思 Noseru 使什么什么 成 他表示 让随随搭上什么什么车 也可以说Noseru 客的话是客 比如说客人 客人 客さん 客様 都指的是客人 西文 西文是水分的意思 水的话可以读成 米子 也可以读成 西 下一个词呢 是西文 西文这个词是水分的意思 水呢 可以读成米子 也可以读成 西 在这里呢 是读成 西 西是水的音读 迅读是读成 米子 我们说 西欧比 西欧比呢 是星期三 那个时候也依旧读成 西 这个分呢 是读成 分 但是呢 在这里 着化了 变成 分了 比如说我们说 现在是10点10分 或10点11分 那这个时候 这个分呢 都读成 分的 但是有的时候 它会变成 着化 或半着化 着化 就是 分 半着化 就是 分了 スクリプト スクリプト 这个词是外来语 表示的是 远稿 或是 广播稿 全是名词 或副词 表示全部的意思 它等于 皆 或是全部 下一个词 ズレル ズレル是 动词表示 离开 或移开 或是错位 或偏离的意思 和它意思相同的 有 ソレル 或是 外来语 贼沃 贼沃 这个词是 名词或行动词 表示 奢侈 或浪费 或奢望的意思 它等同于 高価 或老费 成分 成分是成分的意思 比如我们说 成的话呢 可以读成 是它的音读 我们说成长 成长 这个也是它的音读 这个分的话 我们刚才出现了 我们说分的话呢 是读成分的 但有的时候会 浊化 那这里面就浊化了 变成分了 成分 成分 或者动词 表示节约 节省的意思 那这个节的读音 我们来看一下 节的话可以读成 セツ的 セツ 节 这个约的话 是读成 亚 比如说约会 我们可以说 约会 这里面是读成 亚 下一个词 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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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名词 也可以做动词来使用 表示宣传呢 或者是吹嘘 鼓吹的意思 这个传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读成 点的 比如说传说 怎么说 点 セツ 说的话是读成 セツ的 是音读 我们说小说 怎么说 小说 小セツ 那这个说 依旧是读成 セツ的 然后这个传 是读成 点的 当然我说传的话 音读还可以读成 ツタ 比如说 ツタエル 或者ツタワル 等等 ソベツ 送别 可以做名词 也可以做动词来使用 送的话 可以读成 オク オクル 是送的 它的 这个 送的 迅读 音读是读成 ソ 别的话 是读成 別 比如说 別 别 这都是 它的音读 当然可以 训读为 ワカ 就是 分かれる それでも それでも 是这句词 即使那样 尽管如此 它等于 やはり 或是 かかわらず 代表 代表 这个代呢 它的读音 除了读成 代之外 还可以 音读成为 か かわる 代替的意思 表的话 还可以 音读成为 表的话 还可以 训读 表面的意思 那 ひょ 是它的 音读 比如说 表面 ひょ tasかる tasかる 是 自动词 表示的是 得救 或者 免遇灾难 这个意思 tasかる 和它 相对应的 他动词 是 tasける tasける 就是帮助别人 救助别人 而tasかる 是得救的意思 被救了 这个 救 助的话 它的读音 除了读成 tas之外 还可以读成 jou 比如说 kyu jou kyu jou 就是救助的意思 助 另外一个 它的 它的音读 jou darake darake 这个词呢 它是 结尾词 它是表示 满全都是 这个呢 它是我们的 二极巨熊 darake 全是什么 比如说 darake 全是你 前面 动上这些名词 tanto 是担任负责的意思 它可以做名词 也可以做动词来使用 这个单呢 读音呢 是读成tan的 比如说 tanin tanin也是 担任的意思 那这个 tan呢 是读成tan 其实呢 tan的话 在我们二极词汇中 还有一个动词 动词怎么读呢 是读成 katsugu katsugu 也是tan的 它的训读 训读可以读成 kats 后面加上gu 这个tan的话呢 是读成tou 比如说touban touban是什么意思呢 是直ban的意思 tan的话 还可以读成a 比如说ataru ataru呢 也是我们的二极词汇 表什么东西中了 什么晒着 等等ataru的意思 特别特别多 那大家呢 回去查一下 ataru的意思 气 气的这个词呢 是地位的意思 我们说地的话 是读成七 位的话 就读成一 放成一起 那就是气 地位 q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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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名词 中心 或者中心人物 焦点的意思 我们说中的话 是读成qiu 那中国怎么说 qiu qiu 心的话呢 有两个读音 一个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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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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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的训读 qiu qiu 是长期的意思 长的话是读成qiu 是他的音读 训读是naga naga i 气的话是读成ki 就是短期 短期的意思 词心 词心可以做名词 也可以做动词来使用 表示通信 通讯的意思 通的话是读成 子 比如交通 口词 信的话是读成信 行优 这都是读成信的 比如说 吃和心 放在一起 变成词心 正好是通讯嘛 是两个词的 都是两个词的音读 テーブル テーブル是桌子 餐桌的意思 也可以说机 机通常是学习用的 那种 桌子 鉄子学 哲学 哲是读成 鉄子 学是读成 gaku的 テント 是帐篷 大帐篷怎么说 テント ハル 因为ハル 表示 把什么东西扩展开 那把帐篷扩展开 我们就是 搭帐篷的意思 投脚 是到达的意思 抵达 这个 到的话是读成 ト 着的话是读成 ちゃku 是印读 因为它迅读的话 可以读成 つ つく つく和 投脚 意思是一样的 都是到达的意思 特定 名词或动词 表示特别规定 或指定的意思 这个 特的话呢 可以读成 toku 比如说 独特 toku toku 定的话可以读成 te 比如说 一定的 toshi toshi 是表示土地 地面 地皮 或当地的意思 toshi 土是读成 可以读成 tok 也可以读成 zichi 地可以读成 chi totlamp 是普克的意思 等同于 karuta 或者kado toritas toritas toritas呢 是动词 而且它是一个复合动词 是toru和das 变来的 toru是取的意思 das是出来的意思 所以呢 它的意思 原意就表示 取出来的意思 当然可以指的是 从很多东西中选出来 或取出来的意思 toritas nanto naku nanto naku 是副词 表示不由的 总绝的 它的意思等同于 nanda ka 或者是 dou yara nigate nigate呢 是名词 或行动词 表示不擅长 或者棘手 或者是 不擅长的事物 或者棘手的人 nigate 它的反语词 是tokui tokui呢 是 写成 汉字是得意 它的意思呢 就是擅长的意思 tokui nandai nandai是年代 时代的意思 年呢 就有两种读音 一个是nen 一个是toshi dai呢 就是它带的 它的印读 no no是也的意思 我们说 野生的话呢 它怎么读啊 是读成 yase 也就是 野这个词呢 可以读成 ya 野生的 下一个词是 hai ken hai ken 是名词 或动词 其实这个词 是mi 读的字千语 就表示 看的意思 还有一个词 是hai doku hai doku呢 这个是 yomu的字千语 也是读的意思 这个剑的读音呢 还可以读成 ken 还可以读成mi 比如说mi do ken bun的话呢 就是见闻的意思 下一个词是 baibai baibai是 再见的意思 它等于 sayonara hachmin是 发明的意思 可以做名词 也可以做动词 发的话 单独来读 是读成hach 明的话是读成me 放在一起 发明 hanbai hanbai是 贩卖出售的意思 可以作为名词 也可以做动词来使用 饭的话是读成han 卖的话是读成bai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词叫 买卖 买卖 白白 白白白 写成一个卖卖 那也是买卖的意思的 这个卖的话可以读成u 比如说 udu udu的话就是 卖的意思 hitomi 就是瞳孔眼睛的意思 比如说脸上还有这个眼睛是me 眉毛是mayo 我们可以把这三个词放在一起来记 fashion fashion是名词 是名词 它的意思呢 是流行 或时装 或者是这个 最新的一个款式 等等 fashion 它的意思等同于hayari 或者流行 futo futo呢是 副词表示突然偶然的意思 它的意思等同于 omoi gakkenai omoi gakkenai 就是特别意外 特别突然的意思 toszen 也是表示特别突然的意思 bunge 文艺 这个文的话就读成bun 比如我们说文学怎么说 bungaku 那这个文呢 依旧是读成bun的 这个y的话是读成ge 比如说艺术 ge 就呲 所以文艺放在一起呢 如果你知道文学和艺术的话 那你也应该知道文艺应该怎么读 是不是 文艺 那就这两个词 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是bunge 这个词不太常用 masaki masaki是最先的意思 下一个词是masaki masaki是最先的意思 加个初音 那就表示最怎么怎么样 特别怎么样 比如说masiro masiro就表示特别白 表示白得不得了 那这个意思 makuro那就是表示黑 也是特别的黑 漆黑的意思 那其中这个先的话呢 是读成saki的 saki 但是先还可以读成sen 比如说先辈 前辈的意思 senpai mentokusai mentokusai 是表示非常费事 或者极其麻烦的意思 mento的话就表示麻烦的意思 比如mento na shikoto 特别费事的工作 monogoto 是事情事物的意思 这个物的话可以有这三种读音 一个是mono 一个是不词 一个是motsu 是的话可以读成koto 或者ji youji youji是幼儿的意思 这个you的话是读成you 是它的音读 shin读的话是读成osana 比如幼小的 osanai osanai 幼小的 这个you是you 比如说 我们说幼儿园 幼稚园 怎么说 youcien youcien 那这个时候读成you 和you级的you呢 读音是一样的 比如说儿童怎么说呢 you是读成you youji dou you san you san是预算的意思 这个you的话呢 是读成you 比如说you youbi youbi 这个依旧是读成you san的话是读成san san是它的音读 比如说计算 怎么说 k3 youlo kobe 是名词表示喜悦的意思 高兴 它是从youlo kobe 这个词变来的 youlo kobe 也是喜悦高兴的意思 它是动词 把这个动词变成名词 那我们之前也出现好多好多个这样的例子 那就把它变成mas 形 youlo kobe mas 把mas 去掉就可以了 youlo kobe 就是喜悦愉快的意思 那和在相反呢 就是kanashimu 悲伤 那kanashimu的名词呢 就是kanashimi kanashimi 所以这些我们可以放在一起来记一下 来日期 来日期可以做名词 也可以做动词 就是来日本的意思 来日期 这个来的话呢 读音可以读成kudu 来 那读成来的时候是它的音读 比如说明年 来年 日的话读成hi 或者日期 比如说日曜日 那就星期日的意思 日曜日 流口 是名词 或者做动词来使用 流行 时尚 或时髦的意思 我们说流行的话 可以说hayaru hayaru 也是流行的意思 累议 累议是礼 礼貌 礼法的意思 它等于 gyo gi 或者是saho gyo gi 和saho 和累议 意思差不多 都是表示礼法 礼貌 这个意思 词